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当然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也可以通过Instagram联系我 或者寄信及email到我的信箱 那我也有提供个人占卜的服务 那当然我会着收一些费用 那当然是在你愿意的状况下 那我们才会开始进行这个个人占卜的服务 为你进行你个人专属的讯息占卜 好 那如果你还没有选择好的话 可以先将影片做个暂停 那如果你选择好的话 我们就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解排吧 哈喽 选择低组的朋友你们好 如果你刚刚选的是这一张Firecracker的朋友 那接下来是你的解排跟说明哦 那这张我们今天不做特别的说明 那我们放在旁边 好 那我已经先帮你们抽好了塔罗牌 以及神域卡 对应的神域卡 那我们来看一下你们在选择过后 可以将迎来一项什么人生重大的改变呢 好 那我们从左到右一组一组来看 那首先第一组左边这一组 你们抽到的是宝剑1 以及力量天使 那这个会给我感觉是 选择这一组的朋友啊 你可能在水逆期间 我觉得你的人生可能过得非常的被动 然后有一种被牵着鼻子走的感觉 然后我觉得你可能整个生活步调啊 都整个乱了 非常的混乱 你无法掌控整个生活的一切 但是在水逆过后呢 你这样可以重新出到你生活的步骤 生活的步调 然后可以开启一个新的冷身的篇章 因为你抽到这张宝剑1嘛 它是1 第一张牌 代表是一个新的开始 但是这个 这张新的开始 又有一点是说 可能刚开始 水逆刚结束的时候 可能还是会遇到一些挑战 一些困难 但是宝剑1呢 你可以将可以拿着这张宝剑 驻到你的人生 开启一段新的道路 新的人生 而且你可以克服 这些困难 克服这些挑战 你拿着这些宝剑 砍掉这些人生的阻碍 这样子 是一张很不错的好牌 虽然会遇到一些困难挑战 但是你都可以成功的克服 然后最后享受成功的胜利的果实 那因为它是一个新的开始嘛 所以我觉得 不论是在感情上 或者是在事业上 你可能都会迎来一个新的篇章 新的人生 那感情上 有可能也是一个新的恋人会出现 那就是刚刚讲的 那新的恋情 可能刚开始不是那么的稳定 还是有一些磨合要处理 所以只要顺利磨合过去 我觉得 你们之后的感情之路 都会非常的顺遂 那再来也有可能 会进入到一个新的公司 展开一个新的事业 那刚开始 可能在不熟悉的状况下 还是有一些跌跌撞撞的时期 那最后最后一样 也是一样会过得非常的顺遂 那如果你原本就有感情对象 那有稳定的工作 那可能在感情跟事业 都会迎来一个新的突破 然后可能可以重新 你可以重新掌握 你整个不论是感情的节奏 事业上节奏 都可以迎来一个更棒的成果 更棒的结果 那再加上你的神域卡 抽到的是力量天使 那代表的是 真的是你拿着这个宝剑 你是非常有能力 非常有力量的 你一定可以克服 大大小小的困难跟挑战 对啊 然后可以迎向一个美好的成功 然后迎向一个美好的未来 所以要相信 你是受到天使的保佑 你是具有力量的 你是具有实力的 然后来面对一切的挑战跟困难 然后迎向一个胜利的果实哦 那再来中间这一组 你抽到的是一张影视牌 那神域卡你抽到的是专注 专注 那这边会给我感觉是 选择这一组的朋友啊 你可能在水逆期间 你的内心非常的混乱 然后整个每天有点魂不守舍的感觉 那也影响到你的生活 那可能不论是感情 不论是工作 那在工作呢 在心情非常混乱 然后非常不平静的状况下 你可能做事 你的工作品质可能会非常的低落 然后做事可能会非常的没有效率 然后也迎来一些可能主管的不满 以及折骂 那也影响到你的业绩 影响你的烤鸡等等 那在感情上呢 我觉得因为你的内心的混乱不平静呢 也更加容易跟对方有争吵吵架的情形发生 但是在水逆过后呢 你将可以重新找回你内心的平静 你可以再次找到你的 整个生活应该要有的步骤 跟前面这一桌讲的一样 我觉得你可以重新夺回你生活的节奏 生活的步骤 然后让你内心更加平静 然后心情更加的平稳 那在感情上呢 我觉得你可以更加的 努力跟对方有一个非常好的沟通 沟通会非常顺利 然后感情上也会变得更加的稳定 那在工作上呢 因为你的内心平静之后呢 我觉得你可以找回你做事的节奏 然后你可以让你的心 内心更加专注在你的工作 那整个会带起影响你的工作品质 会更加的正面 更加的稳定 那整个工作效率也会提高 整个我觉得不论是感情 或者在事业上 都会让你进入一个更加稳定 更加平静的一个状态 然后抛弃过那些在水泥期间 那些混乱的情绪啊 混乱的心情的状态 那最后旁边这一组的话 你抽到的是金币5 那神域牌卡 你抽到的是星月在天秤座 新的浪漫周期开始 那金币5呢 其实它不是一张非常正面的牌卡 那这张牌卡给我感觉是 可能你在水泥期间呢 你非常的 怎么说 遇到一些事情 一些事件 让你心情 非常的低落 让你失去了信心 让你失去了希望 在工作上呢 有可能是 你业绩 可能掉了业绩 那有可能是合作 谈判 破局 整个生意往来都非常的不顺 那在感情上呢 有可能是 觉得 有可能有 分手 锻炼的情形发生 一切种种的 让你 感觉就是在 神域期间都是 运气非常低落 整个一切在非常低谷的状态 不论是你的信心 不论是你的心情 都非常的低落这样子 但是你神域卡 反而抽到的是 一个新的浪漫周期开始 开启一个新的正面的周期 所以代表我觉得 选择这一组的朋友 在水泥过后 你将迎来的改变是 可能在感情上 特别在感情上 我觉得这张牌卡 特别是在感情上面 可以迎来一个新的人 一个新的人 会进入到你的人生中 为你开启一个 一段新的人生浪漫周期 那在工作上呢 我觉得你也可能 也可以开始重新 开始一个 生意上谈判 然后你的业绩 会再次的回来 可能业绩会再度成长 再度的恢复 一切一个新的周期 新的正面周期 都会再度为你开启 那也因为它是天平座 那有可能跟法律相关的事情 也会对你非常非常的有利 那所以综合这三章三组来看 我觉得选择第一组的朋友 你真的是在水逆期间 可能真的是遇到了很多困难 很多的挑战 让你的心情非常的混乱 非常低落 但是不用担心 水逆水逆 你在九月十五十六过后之后呢 你将迎来一个新的人生周期 新的正面的人生周期 你将可以重新读到 你人生的节奏 人生的步调 你可以掌握你人生的一切 然后发挥你真正拥有的力量 可以让你这个人生过得更加顺遂 然后迎接一个新的人生篇章哦 好以上就是属于选择第一组的 在水逆过后会迎来的正面的发展 一些正面重大的改变 那当然虽然我刚才说不参与说明 这张firequake 但是我觉得选择第一组的朋友 你在水逆过后 你真的可以期待一个 非常令你非常兴奋 非常刺激的一个新的人生篇章哦 好那希望你喜欢我今天的解牌哦 那我们下次再见哦 拜拜 哈喽选择第二组的朋友你们好 那如果你刚刚选的是中间这张 狐狸狐狸的这张牌卡的人 接下来是你的解牌以及说明哦 那这张紫营牌卡 我不做特别的说明 那就只是当作你选择牌组的依据而已 那我们就先放在旁边 那我已经先帮你们抽好塔罗牌 以及神域牌卡 那我们就一组一组来看一下 那首先我们就先从最左边来看一下 你在水逆过后将迎来什么样重大的转变呢 那我觉得第一个重大的转变 毋庸置疑就是关于你的事业 关于你的工作 那如果有看我牌卡的人 我觉得我也蛮蛮 蛮常抽到这张宝剑皇后的啦 那我一直说的是 宝剑皇后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女强人 女强人 所以我觉得抽到这张牌卡 我不会特别提到关于感觉的讯息 因为宝剑皇后给人感觉就是 她非常独立 非常智力自强 需要自己的空间 需要自己的时间 所以如果要找到一段感觉的话 必须可以忍受她这样的一个生活准则 一个她的人生态度才会是一个非常稳定 非常速配的伴侣哦 好 拉回来 我觉得在水逆之后 你的事业都会迎来一个非常重大的成长 以及转变 那宝剑皇后呢 我觉得她是一个适应力非常强的一张牌卡 所以选择这张的人 我觉得你适应力非常的好 不论遇到什么困难 不论遇到什么挑战 在水逆期间 你都可以一一的克服 一一的顺应这些挑战 让你累积更多的经验 让你更加的成长茁壮 对啊 那再加上你的神域牌卡 又出现的是胜利 所以我真的觉得 选择第二组牌卡的人 在水逆期间 可能真的遇到很多挑战以及困难 但那些都是你成长 未来成长的一些动力 对啊 让你变得更加的能力 更加的强大 让你的经验更加丰富 那让你可以未来 可以更轻松 更轻松自如的面对一切的问题 以及状况 这样子 好 那再来中间的话 你抽到的是宝剑五 那神域卡你抽到的是能量 能量 那这张牌卡 这一组牌卡会给我感觉是 在选择期间呢 你可能会莫名其妙的卷入一场纠纷 一场争斗 连你自己都感觉到莫名其妙 为什么会躺入这个浑水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边是要你好好的确认一下 你现在走的路 你现在选择的方向 你现在选择的目标 真的是你想要的吗 真的是你想要的吗 如果你真的想要往这条路走 好 那你要好好坚定你的心 坚定你的意志力 不论你遇到什么样的争斗 不论遇到什么样的挑战 你都不能轻言放弃 不能马上就示弱这样子 对啊 因为你选择这张牌卡 就是比较一种争夺争斗战争的感觉 只要你不轻言放弃 只要你不轻易的示弱 你最后还是会成功 还是会成功 所以可能在选拟期间 你遇到了很多的挑战 很多的争夺争斗 都没有关系 你只要确定 那是你确定你未来要走的方向 确定要走的目标 它会为你带来幸福快乐 那没关系 你不论遇到什么样争夺争斗 你都要坚定你的意志力 坚定你的内心 努力的 努力的克服一切困难 克服一些挑战 最后才会成功 才会迎来一个好的转变 如果你在随你期间 可能遇到这些争夺争斗 你就放弃了 你可能随你期间之后 不会迎来一些什么样的好的正面改变 那再来最旁边这张你抽到的是教皇牌 以及满月在双子柱 那我觉得这一组的能量蛮有趣的 我觉得是他们的能量我觉得蛮不一样的 算是对立吗 因为教皇牌给我的感觉 它是比较传统 预照传统教条 预照传统准则 预照宗教的指引 这样子 那双子柱它又是一个比较开放 比较现代 比较爱玩的一个感觉 比较的能量 所以我觉得选择 是一组牌卡的人 我觉得可能在水逆之后 你会变得更知道如何说话 你知道该在什么样场合 该说什么样的话 对啊 因为这张牌卡其实有时候也会希望你就是 话少说一点对你才是更好的 话少说一点才是对你更好的 所以那再加上这个的话 我会觉得你更知道 你虽然要叫双子柱去依照这些传统教条比较困难 但是我觉得这两个能量加在一起 会让你更知道你应该讲什么话 可能你遇到了感情 你们正在吵架 那我觉得你更知道如何察言观色 知道对方心情在想什么 然后你可以讲出 更 适当更适合的话语 然后让对方开心这样子 那如果在工作场合上我觉得也一样 你也是更知道更会察言观色 然后更知道你那个场合你应该讲什么样的话才是有帮助的 对啊我觉得这是你在水利之后会迎来的一个转变 我觉得你的武器是沟通 你的武器是你的嘴巴 但是我觉得你更知道你应该遵循一个什么样的正确的规则 正确的准则来说话来运用 在面试的过程中 所以我觉得在面试这方面可能会得到一个还不错的好结果 那感情上面我觉得 我觉得沟通也 你的沟通的进步 你知道该讲什么话也可以让你们感情更加稳定 那如果想要追求的话 我觉得可能之前有人会觉得你太轻浮太轻挑 那我觉得你现在改善改变一下你的说话方式 说话态度 我觉得都可以帮助你可以在感情上可以 那得到更多的信任 让别人更加信任 你不会觉得你只是一个油嘴滑舍的人这样子 好那我觉得选择第二组的人啊 那虽然我说我不说你指引卡 那这边也提到的是 你在事业工作上会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成功结果 那你的牌卡也给我这样的感觉 因为你的牌卡给我感觉 在感情方面我觉得比较没有太多的讯息 那我觉得在事业上 特别你又抽到的是保健皇后又抽到胜利 那再加上你可能会遇到一些 分争战斗 我觉得可能都比较是在事业上 事业上会发生的事情 可能在工作上会发生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你迎来的大的转变 就是我觉得你累积了更多好的经验 让你更加成长茁壮 那也坚定确定你的人生方向 确定人生理念 然后不轻言放弃 然后影响你的胜利 影响你的成功 那再加上你的沟通能力的进步 那沟通能力我觉得对事业上 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武器 不论是感情 不论是事业 都是非常非常重大的武器 那你也调整你的沟通方式 说话方式 那也非常知道 察言观色 如何察言观色 所以我觉得 这对你之后人生 都带来非常棒的转变 会为你的人生带来很大的转变 尤其是累积了这么多经验能力 再加上你的沟通能力的成长进步 那都可以帮助你在 在顺利过后迎来一个新的层次的成长 那可能事业的提升 那有可能找到新的工作 那感情上的对应上 那声音上的对应上 都可以更加顺利稳定哦 好 那以上就是给予第二组 在选你之后会迎来的改变的一些讯息哦 那希望你会喜欢我今天的说明 那我们下次再见哦 拜拜 哈喽 选择第三组的牌卡 你们好 那如果你刚刚选的是这张 Gavel 那就是法官的小木锤的朋友的话 那接下来是你的解牌以及说明哦 那这张牌卡讲的是跟法律有关 那虽然今天这张不列入解牌 但如果你目前正在 射入法律的一些事件的话 你也可以把接下来解牌 可以带入一下你的情境哦 那我们先放在旁边 好 那我已经先帮你们抽好塔罗牌 以及神域牌卡 那我们是一组一组来做解牌跟说明 那我们就首先先从最左边的 这一组开始做解牌哦 那你们抽到的是金币式 那以及是通往个人疗愈与幸福的大门 这两张牌卡常常出现在我的影片耶 不知道为什么 好 那今天的主题是水逆过后 你将影响什么样的重大的转变呢 好那金币式呢 其实你可以看到这张牌卡 这只松鼠 他其实过度的担忧冬天 所以他想要去找很多很多食物 把它藏起来 然后不去食用 不去吃 那你看他藏在土里 结果呢 涨出发芽了 然后这个钱币也破裂了 所以呢 他在讲的是 可能对未来比较悲观 比较没有信心 然后你把所有钱都存下来 不敢去花费 不敢去使用 然后也代表你这个人可能有强迫症 有偏执狂 都是一个不是很健康的状态之下 所以选择这一组朋友的人 我觉得可能在水逆期间 整个不顺的环境下 让你觉得对未来更起人忧天 更加担忧 然后你不敢做太多有冒险的事情 你只想做比较保守 让你觉得对未来比较有安全感 但其实这对你未来 并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那可能 那我们讲感情上 那你可能我觉得 在感情上也有可能 你是一个非常有控制欲的人 然后有点不相信对方 说你把对方抓得很紧 很死 那你觉得 对啊 我觉得你特别在这段水逆期间 你可能会有这样的状况 然后事业上 我觉得也有可能是 以及投资方面 你都有点太保守了 然后整个是 整个管理前上不是非常的健康 但是你神域牌卡 你抽到的是一张蛮好的牌卡 通往个人疗愈 以及幸福的大门 所以代表我觉得 在水逆过后呢 我觉得你可以一扫你过去的心态 一扫过去的态度 你可以终于脱离这些保守的态度 那些偏执狂 控制狂的一些态度 对啊 如果你不改变 这些方式 你是没有办法迎来一个重大的改变 通往一个幸福快乐的生活 对啊 我真的非常鼓励大家 你可以调整一下你的心态 然后对自己更加有信心一点 对未来更加乐观一点 然后不论是对你的事业啊 或者投资理财 或者是感情 才会是一个更健康 更正面 更正向的状态哦 好 那中间这一组 你抽到的是金币三 以及改善 好 那我觉得 可能这一组的朋友 可能在水逆期间啊 可能在事业工作上面 你现在组的团队 呃 非常 运作上非常的不顺 然后 整个非常 遇到非常多的困难 挫折 整个是一个卡卡的状态 但是在水逆过后 你们整个团队会 整个 慢慢的步上轨道 然后整个运作上会更加顺利 顺遂 然后创造更大 更棒的忠效哦 再加上金币三呢 其实这张卡讲的是 它会 让你可以做 你真正喜欢做的事 你可以发现你真正喜欢做的事 而且你有办法去做它 然后特别是跟 创意啊 艺术相关的行业 那如果你本身是这个行业 或者是你想往这个行业发展 那在水逆过后 都会有一个非常真相的发展 以及你可以听到一个好消息这样子 那如果是感情恋爱关系的话 我觉得它讲的也是一个伴侣的关系 那可能你们像夫妻 之前可能在水逆之间 常常因为家事的分工分配而吵架 那我觉得在水逆之后 你们可以找到一个平衡 你们可以找到一个适当的分配方式 让你们整个在家务家事处理上 可以变得更加公平 然后双方更加的满足 以及同意这个模式这样子 那也或者是你们双方 不论是情侣啊 或者是夫妻 你们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 共同的梦想 然后你们可以一起 为这个共同的梦想目标 而去做努力 然后改善你们目前的生活状态 改善你们感情状态 改善你们的婚姻状态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选择这一座的朋友 不论是在工作跟感情上都会 状态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善 然后是一个正面正向的改善哦 好那最后最旁边这一个 你们抽到的是圣杯一 以及新月月时预期会有重大的改变 那其实你抽到这张牌卡 代表的是不论是各方面的问题 各方面状态 它都会给你一个正面的答复 正面解答 那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改变哦 所以选择第三组的朋友 水利顾后 你真的会可以预期一个非常重大的改变 那再加上圣杯一的话 那特别可能就是跟感情有关哦 那因为他也是第一张牌 圣杯一 所以比较大可能是会有一个新的人 新的感情对象 进入到你的生活 重大改变你的生活哦 那如果你原本就是已经 有伴侣关系 夫妻关系 那我觉得你们的生活感情 也会进入到一个 更深更加紧密的一个层次 对啊 双方会更加的信任 更加的感情更加的好 也是迎来一个重大的改变 那如果是工作上面的话呢 我觉得 虽然这张牌卡主要讲的是感情 那我觉得 因为是圣杯嘛 讲的是比较是情绪 比较是内在的 所以我觉得 可能可以期待一个 很好的 同事关系啊 很好的公司气氛 公司环境 都可以让你的心情变得 更加愉快 更加愉悦 整个是情绪内心上面 迎来一个比较重大的正向改变哦 好 那综合这三张三组牌卡来看 我觉得 你在水逆过后 看这边有改善 然后这边又通往幸福大门 然后这边又是预期会有重大改变 所以整体而言呢 你在水逆过后 会迎来一个非常巨大的转变 而且是正向正面的转变 通往一个幸福的未来哦 那当然是工作 不论是工作 不论是感情 各方面我觉得都会有一个 比较正向的改变 那有可能就是团队合作上 会更加顺利 那你可能也可以做 自己更喜欢做的事 那也可以改善一下 自己保守的心态 偏执狂的心态 那再来是感情上 那当然你可以期待一个新的感情对象 进入到你的生活中哦 那这张不列路解牌 那我不确定你选择这张牌卡的人 有没有跟法律相关 但我觉得你既然抽到了 预期会有重大的改变 所以我觉得你的未来 都对你来说是有利的 在水逆过后 你可以期待的改变 你可以期待的一些状态 都是对你有利的 不论是不是跟法律相关 好 那以上就是简单的给予 第三组的朋友 在水逆过后 会迎来什么样重大的改变哦 那当然我觉得 不论是感情 不论事业 各个各方面都会迎来一个正向的改善 然后影响一个更光明的未来哦 好 那希望你喜欢我今天的解牌 那希望 我今天的所有牌卡 都对你是有帮助的哦 那我们下次再见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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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